我们坚决反对建交国与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少数国家和政客的错误言行 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危害台海和兵稳定 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前提 一个中国原则的含义十分明确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我们严正要求有关国家和相关政客 停止在涉台问题上搞政治操弄 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 停止违背国际信仪 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的错误行径 停止转发出任何单误行径 停止或者注 theo 分敌 Louis 停止 这是我 informação 停止 突然 停止 突然 ? 仁